我剛剛就是這個意思 我突然 你要講你坐那邊講 不是 我今天來幹嘛的 我忘記了 等一下 來吧 我們同盤就乾淨讓你清醒一下 我去清醒一下 這也很習慣啊 對不對 請你跟我這樣過 你已經知道這個意思啊 但是我的節目沒有請你跟我這樣噴啊 來吧 習慣一下 我們下次會送兩口到你們節目 是 還要學什麼 說說看吧 怎麼樣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像剛剛雨蓉說的那個狀況 是 我在當兵的時候 的的確確 我的女朋友就跟人家兵變 帶著草莓來找我 我的部隊在松山機場 說不定 就在他的隔壁的一個憲兵 他跟一個站 忠烈城的憲兵 在一起 對 為什麼 好 但我請問 這個人發生在這兒 我分手了對不對 對 那他又再打給你 後來一個禮拜之後 他又回來打架 問我說 可以回來嗎 幹嘛 你來這麼快 他又想 他還是發現我比較厲害 你來這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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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試過我的厲害嗎 我為什麼要質疑 你來這麼快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看你老婆笑得那麼開心 就知道不是真的 他是滿意啊 滿意的笑啊 不是 他有一點 笑得太好笑了 對 那好 他就說他想回到我身邊 當然 我說 你有心要回來 你前面犯的錯 我可以不計較 我看你表現 然後呢 結果換你全身都草莓 那這個真的是行嗎 我那時候還在部隊要出燒 不方便 對 不方便 那後來我就說 好 他真的就表現很好 比如說 常常過來看我 幫我洗衣服 或什麼之類的 那我就說好 如果你真的有心 那段過去我忘了他 打氣 我們又在一起 那如果今天是我的話 你會原諒我嗎 你 離婚 什麼玩笑 可以嗎 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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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對不對 離婚這兩個字不能亂講 對啊 不是 如果是他不小心劈腿 跟人家有草莓 你叫我怎麼原諒他 不可能 很難 如果是有草莓 沒有做其他事情咧 等一下 這個這個有問題 等一下 這樣可以嗎 你有辦法 對 你有辦法 沒有 沒有 草莓別人 真的是沒有做這樣也可以 有可能嗎 有可能 有可能 真的嗎 不可能 這我醜意好不好 你做好 謝謝 好的 那其他的男生咧 我其實現在的話 我沒有辦法 原諒他 但是呢 我又就是 大學的時候 做很白癡的事情 大學 我在大學 我那時候十九歲 我常常那個儲果啊 就是在國外 然後很少在家 但是那個時候 我跟女朋友住在一起 然後呢 那時候好像我在美國 但是我想 讓那個 驚喜 反正今天就回來 但是我騙他說 誒 貨店有回去 什麼 危險一點 對 這個最危險的 因為那時候白癡啊 然後就是 那時候就是買很多禮物 有沒有 回到家 看到我家有 電量 又是亮的 對 等你回來 對 我要等我回來好開心 有沒有 進去的時候 鑰匙沒有鎖 門沒鎖 門沒鎖 然後 然後進去 然後就偷偷打開 我回來了 然後呢 結果 我女朋友告訴我 我的男生的朋友 他們在那裡 看這個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問題是我的前女友 還在上面 怎麼會這樣 真的是 嚇一跳 這是夢多的啦 那誰有碰過女朋友劈腿的 對 我以前的女友 在我國家她劈腿 然後 我跟她在一起一年了 然後她 我們在一起六個月 她已經劈腿了 但我都不知道 她跟很多男生劈腿了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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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你後來怎麼知道的 因為 有 我 一部女友的姐妹 她知道我 太 太可憐了 所以她就來自我 告訴你 告訴你 你跟那個女生分手 這個女生還有在回來找你嗎 對 你接受嗎 沒有 沒有 因為我覺得 如果劈腿的話 沒辦法相信她 對 比較正常多了 天啊 但是剛剛我們日本的朋友 她講完故事之後 她到底有沒有在介紹 對 你們有沒有關心她一下好不好 對 對 對 重點是 你自己也忘了 我自己也忘記了 我想說你講完了 我太麻爽 結果 我那時候白癡啦 因為那時候 被我發現有沒有 然後我 因為那是我家 那時候我太 你知道 她說 紅白 我就是紅白 這是我家 然後我東西 手上很多東西 還有白癡一樣 我就 我先放個東西 等一下 我說 等一下 我自己默默地走到7-11那邊 在那邊一個 半個小時 一個人 想一想 好像 不是 那是我家 我要回去 那個男生已經走了 然後我女生在哭 她說 因為我很寂寞 因為我常常出國 我說 蛤 是啊 寂寞 好吧 原諒 我原諒一次 原諒 沒有 唱字呢 因為你想說 洗一洗還是新的 是嗎 這句話聽得懂嗎 聽得懂 你中文學得很好 真厲害 謝謝 不是啦 後來 因為我還有 還有要出國 是 那時候女朋友說 她要回老家 就是她的爸爸媽媽的家 我說好啊 結果 因為那一次有開會 我要去別的地方 看好捷運站出國 看到她跟有 不願的男生牽手 那她是慣犯的 對 然後直接跟 她說 好 我要跟你分手 直接說 很難過 但是還是很難過 因為十九歲 不懂事情 那如果說 沒有劈腿過女朋友 然後分手了 你們會為了什麼 在理論院剛剛沒有聊完 我們之前 我們都是玩一個Band 對 Band 所以我們的關係 變成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我們都是玩Band 所以我還是要去找她 一起表演 但是 感覺以後 就是 有點尷尬 很尷尬 不知道要這麼說什麼 對啊 你看Band 每天都要自己練習 而且安卓應該是主唱吧 對不對 因為她自己都有帶麥克風 對 你自己練習的時候 還會遇到她怎麼辦 其實 我們表演的時候 我還是 還是有感覺 就是對她有感覺 還是有感覺 對 還是有感覺 但是我覺得就是 是從那個音樂的氣氛 引起來 對 但是表演之後 沒有感覺 所以你看嘛 就是不能讓她們有聯絡 對 就想說有聯絡 還是有激情存在 對啊 因為還是會回顧到 想到以前的那個甜蜜 什麼的 不一定啊 因為我初戀 一個女朋友 她也是日本人 我們在一起四年了 四年 很長的時間 然後她都認識我的爸爸 我的全家 所以是 我們分手之後 是比較和平的分手 然後 就變成我們就會 雖然我們不是 不是會打給她 欸 你最近好嗎 沒有這種的關係 但是偶爾可能 看到一個狀態 可能 就不太好的一個狀態 就會 欸 你最近好嗎 就關心一下 或者生日快樂啊 還是你畢業了嗎 這種 對 而且又是初戀嘛 對啦 初戀很遠啊 那個傷害性就沒有那麼大 已經沒有了嗎 真的會生化 如果是心平氣和的分開的 都比較不會太有火花 對 那如果是其中有一方劈腿 那就很難講 是 那夢多呢 我也是有一個 玩不了的 就是前女友 她是台灣人 然後 差不多六七年前吧 那時候就是我們 在家很愉快快樂 然後我還帶她回去日本 介紹我的爸爸媽媽 我認識你 然後爸爸媽媽很喜歡 但是那時候 我的 就是那時候 女朋友想要結婚 喔 但是我的工作 我工作真的不穩定 那時候就是 就這樣子 有時候沒有收入 有時候有收入 真的很不穩定 然後她 但是她的父母也是 希望她趕快結婚 要生小孩 然後我們是 雖然是講好的分手 但是呢 不一樣 講好的分手 因為我太愛她 我不敢看到聯絡 嗯 我在周日看到被 後面有點跟前女友相 我會 會緊張 會緊張 還會緊張 然後 結果 我跟她分手已經很久了 然後 今年吧 今年她突然 讓你給我 欸 錯 今年 跟你聯絡這樣 對 突然 分手幾年了 已經 五年吧 然後 但是還是我看到 嗯 知道我這樣 就小路亂撞了 小路 然後 看到說 欸 最近還好嗎 什麼的 工作還好嗎 之類的 我說 就不知道怎麼回來 但是還是會說 欸 還不錯啊 我的很好啊 對啊 問她說 欸 你呢 她說也很好 順便祝福一下 對 我想說 那你最近滿省嗎 她說 哎呀 好啊